如果江夜有第三季,后面的剧情会是怎么样的呢? 接上集 君墨带领玄空寺天坑下的百万农奴,毁似灭佛的同时 人间最强的三位无惧修行者正疯狂地满世界追踪浩天的身影 他们中有人要杀他,有人要救他,也有人根本没想好该如何做 但他们想找到浩天都是极其困难的 虽然他们可以无惧到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 却永远无法触及浩天不想让他们到达的地方 此刻的浩天正躲在极北荒原的泥山深处 他怀孕了,正变得越来越虚弱 他之所以没有回西陵神殿,是因为隐隐察觉到了某种危险 而且他不想要任何人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 无数证据表明他正在化神为人,渐渐变成人类 此刻他还怀了一个人类 这也是他为何无法回到神国的主要原因 此时的人间,第二次举世伐唐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唐国的北方正面临着金帐王庭的袭扰 但唐军在与草原骑兵的交战中十分吃力 因为第一次举世伐唐后 唐国为换回休养生息的时间 被迫签下合约,割让了向婉元 无数战马也被当作战利品交出 目前的唐国十分缺少战马 曾经威震大陆北方的镇北军 在草原骑兵面前损失惨重 却依旧艰难支撑着 可以说如果再没有马 镇北军恐怕真的就要挡不住了 然而就在两军交战的前一日 西北方向竟然有无数匹野马奔涌至唐军营地 更为神奇的是 在所有野马中央 有八匹人间罕见的神郡野马 正拖着一座破年 而破年里坐着的是一头黑驴 他闭腻着原野上的所有马 如君王将领 是他为唐国带来了无数的马匹 他是草原上所有野马的王 而他的另一个身份 便是书院小师叔柯浩然 曾经的做起小黑驴 数日后 唐军大获全胜 书院十三先生宁缺 更是凭一人之力 以最简单的方式 涂露了王庭千奇 并画出三道神符 击杀了金杖王庭肉搏第一人 知命巅峰的阿达 而后三师姐于连赶到 又轻松破除了 草原最为邪恶恐怖的血迹大阵 还抱起斩杀了草原第一强者 金杖国师明翠雅 于连虽也受了些伤 但并不严重 须休养数日 宁缺则马不停蹄地赶去支援清夏 此时 西陵新任的天狱大神官横目立人 正率领十万大军攻打清夏 唐国方面 书院动玄境的四位先生 正在帮助镇南军阻击神殿联军 两军已交战数十回合 双方各有胜负 即使天启境的横目立人亲自出手 也被书院的四位先生 借前嫌留下的阵法阻截多日 不能前进一线 此时四位先生也已身受重伤 关键时刻 命缺及时赶到 并在与横目立人的对战中 于刹那间挥出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二刀 将横目立人击杀 再次上演了越境避敌的传奇 极大鼓舞了唐军士气 而后 宁却又匆忙上路 接连下扬州定清河 赶赴南进 此时的南进 在剑胜柳白死后 失去倚仗 成为了西陵的傀儡 日前西陵神殿正命令南进军队 发起对禁邻大和国的攻击 叶红瑜带着西日 裁决神殿归附的救赎 正在西陵神国和南进境内展开暗杀 这大大延缓了神殿联军南下的步伐 当西陵方面认为 宁却会出现在大和国帮助墨珊珊 并步下必杀大阵之时 宁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出现在了南进 并几乎是凭一己之力途进南进所有战力 然后再次消失 不知去向 细细算了 他万里奔波杀人 百日不休不眠 精神与身体应该早已疲惫到了极点才是 可他依旧精神抖擞 看不出丝毫的懈怠 他一个殖命巅峰 连武镜都未破的修为 为何能如此强悍呢 那是因为 命缺不仅修浩然气入魔 跟随颜色大师修习了福道 还在棋盘世界修福千年 最后更是将那座山般的佛像 修成了桑桑的模样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一直与桑桑在一起 桑桑一直在他身旁 也一直在他心上 他的身心在不知不觉间 早已拥有了某种神性 可你伤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